来台奉献超过70年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光都投身在英文的教育当中 今天早上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并是在台北享其瘦98岁 彭老师是美国人 1951年就透过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台湾 他不只是英文老师 是传教士 也是一位音乐家 1962年当年的台湾 经济还在困顿当中 彭老师就开始透过广播 跟电视的方式教导大家学习英语 到了去年的时候 他正式领到身份证 入籍成为台湾人 他的一辈子都为台湾而奉献而付出 对于台湾的基础英语教育 有着深远的影响 彭老师的治理名言就是活到老 要学到老也要动到老 在他辞世之后 将长眠在台北阳明山 真的把台湾当成自己一生的家 头条新闻一起回顾他 精彩丰盛的人生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蓬盟会 人生超过70年都在台湾度过 去年正式规划 真正成为台湾公民 但仅过一年8月6号因病辞世 享其寿98岁 去年我非常荣幸颁发 我们的身份证给蓬盟会老师 他也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台北市民 他的离开我们非常非常的难过 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 人称台湾的英语教母 1962年创立空中英语教室 教导台湾三代人学英文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买一台 小台的收音机跟一个耳机 就可以听到空中英语教室的广播 但是他的播的时段都是很早 不是5点就是晚上10点 7 8 9 10 大概15本吧 大概是高三的时候 那个时候为了要准备学策 而他也是一位音乐人 创办天运合唱团传递福音 后期虽然年事已高退居幕后 但始终退而不休 前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发文 缅怀蓬盟会 表示台湾永远是他的家 愿安息主怀 蓬盟会将最后一口气留给台湾 将长眠于阳明山 虽然生命走入终点 但他这辈子的努力将永远与我们相伴 大海新闻综合报导 继继继继续